一身冷汗 民眾開車行進國道 沿著內側車道直直往前開 突然前方車輛全都亮起了煞車燈 後面多久輛汽車就立向迎面 衝了過來 嚇著駕駛趕緊閃避 差一點就撞上 驚險的畫面 讓車內的人都嚇得驚聲尖叫 事發生在國道1號北上月13公里處 當時陣風大連初一 不常人開車準備回家過年 因此車流量也不小 沒想到竟然會有車輛逆向行駛 究竟是不熟路況還是有其他原因 還有在警方調查 驚駛在高速公路逆向也已經違規 將吃上6000到36000元的罰單 但發現事小 如果一不小心發生意外 恐怕後果難以想像 只是民眾開車返鄉過節 卻遇上危險逆向 也嚇出了一身冷汗